无常的上海已经回归了 回归两天 但是这两天来讲 真的昨天非常兴奋 今天就很沮丧 我们小区里面 这个业主群已经炸窝了 因为今天啊 到处这个核酸排队 因为5月31号 大家做了一次集中的 有志愿者有小区提供的 非常快捷的这个核酸之后呢 今天将会面临 如果明天要出去 那就必须得做核酸的 这样的一个事 那现在做核酸的检测亭 已经人满为患 基本上非常的长 虽然网上有人非常聪明 大聪明啊 说晚上七点到八点去做是最好的 但是呢 其实你现在根本没得选 晚上到七八点钟人家下班了 你做个什么 没法做 所以昨天禁铁广场还发生这样的事 这个市民们拦住 这个做核酸的人 不让走 僵持之下居然把警察都叫来了 所以上海人啊 这一次为了做核酸真的是很拼命 但是我们反过来 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 这个七十二小时的核酸政策 是不是合理 如果不合理的话 设置这些核酸亭又合不合理 那其实现在不是没有替代方案 你比方说抗原 抗原自测 抗原自筛 这些都是很好的办法 走哪里都要凭核酸 这个是确实很起人的事 不准 iPhone 那这些awacarb 才样的事 什么 小 estimate